底下找一下那個叫做GateMap的這個方法 基本上這個GateMap的方法就是載入地圖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呢這邊就有寫很多啦 怎麼取得目前的 定位點然後一直往下他的RuneInRuneOut等等的 然後並且怎麼樣 在這個上方 就是加入什麼事件 什麼事件呢 當點擊的時候要跳出這個訊息 並且把相關的那個title放進來 那因為這個地方 城市比較冗長了我想各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裡面的話就是記錄就是說我們如何去載入這個地標並且加入事件 那另外細節的話其實也可以參考前面我們講過地圖的部分 所以我大概先跟各位講一下這個地方的重點 那第一個是載入地圖的這個頁面就是方法就是找一下GateMap 第二個是 還有總共有這邊有四個 四個page 就是page show 第二個是什麼呢 home 當home home是哪一個呢 home是這一個 清單 listview 那listview為什麼他一跳進來的時候 會有這些清單 預設是沒有的 可是呢我怎麼樣從資料庫裡面 把清單叫出來 放在listview裡面 這個地方請各位看一下 他會執行哪一個呢 執行這個gettitle 也就是從哪邊呢 從資料庫裡面 把title的欄位 在資料庫裡面有一個資料表裡面有個欄位 名稱叫title 把這些欄位通通抓出來之後呢 再分別塞到listview裡面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去找一下 gettitle 這個方法有沒有往下找 我是把它搬到這個的下方有沒有 gettitle 那裡面做哪些事情呢 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們這個listview的名稱就是這個 rescent 有沒有 所以我要找到這個rescent的 這個元件的名稱 之後的話呢 再去 資料庫裡面用slate 有沒有slate是 查詢嘛 查詢什麼呢 查詢包含id 包含title等等相關資料 從資料庫裡面撈什麼呢 撈資料之後 再利用item 點push的方 這個方法 把什麼呢 把相關的id 相關的這個 名稱 id 等等 把它篩入到 這邊裡面來 有沒有 所以 就算了